哈囉 大家好 我是Amy OO來啦 Amy 今天的主題比較特別 如果是保觀眾的話應該知道我搬家了 那現在我錄像的地方就是我的新末室 然後呢 今天這個視頻的內容呢 需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嗯 我這個櫃子 當然視頻不可能只是介紹櫃子那麼簡單對不對 今天的內容主要是DIY家具 就是 將自己本來有的家具 從一個樣子變換成另一個樣子 就等於就給他的一個 升級 進化 蛻變 性的生命 那我為什麼會突然這樣想到這個主題呢 第一個原因呢就是搬家要重新佈置房間 第二個原因呢就是受到很多DIY家具博主的啟發 就是看到就覺得說 哇他們可以變廢為寶 也沒有變廢啦 就是將一個很普通的家具 然後變成一個感覺就是換人一新 看起來高級很多的家具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類視頻 因為我應該在後續還會出 幾支相似類似的是DIY家具的視頻 我就是一個萬能博主 好 希望你們會喜歡呢 如果喜歡視頻的話 記得看完之後 不要忘記給我點贊 讓我知道 好嗎 嗯 如果想看我更多視頻的話 請你們關注我 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開始 首先來說一下我們需要用的工具 金色和白色的噴漆 熱熔膠 八顆小石頭 口罩 眼罩 手套 以及我們這個大理石的桌面的貼紙 這裡面還露露了一個遮漆膠帶 還有一隻剪刀 還有尺子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這個 斗櫃的圓形 首先呢 我們拿出一個抽屜 將不需要噴漆的地方 用枝漆膠帶貼好 然後再加上一些遮蓋紙 或者是報紙 大家要注意哦 噴之前一定要戴上眼鏡 戴上口罩 然後我們就噴漆開始啦 白色的噴漆噴上 我推薦噴兩層 這樣子可以比較好 把原來的顏色給蓋住 遮過完畢之後呢 等油漆還沒乾的時候 就要立馬把遮漆膠帶撕下哦 四層抽屜都噴好之後 我們把它放好晾乾 接著我們來處理 這個櫃子的本體 本體 首先我們要處理這個金邊 就用遮漆膠帶 把不需要噴到的地方膠好 然後呢 噴上金邊 頂端噴到了沒有關係 我們到時候會用大理石貼紙給貼上 一定要戴上手套哦 不然噴漆會噴到手上 接著同樣 剛噴完就立馬要把遮漆膠帶給撕掉哦 等金色的噴漆差不多乾了之後呢 我們再用遮漆膠帶把剛剛噴好的一條金邊給遮上 為接下來給大櫃子本體噴白漆做好準備 仔細貼好之後呢 那我們就要開始噴白漆啦 我第一次噴呢是在室內進行的 後來發現家裡很多地板或者家具上面都沾滿了白色的噴漆 所以推薦大家最好還是在室外進行哦 然後我發現第一罐噴漆用完了 接著第二天我又買了另外一罐白色的噴漆 開始噴大櫃子的側面 因為櫃子的側面實在是太納了 所以很難噴勻 即使這樣看好像已經噴勻了 可是等乾了之後呢 還是會發現有點坑坑洼洼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再噴第二層哦 接著噴漆工作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大理石的貼紙反面拿過來 對比好需要的大小 然後用鉛筆做好標記 雙框標記做好之後呢 就用剪刀剪下所需要用到的部分 然後將貼紙撕開 一頭撕開 兩端對齊之後呢貼上 然後用尺子刮刮刮刮刮刮 上個吧把它駁平 這個呢說難不難 說簡單也不簡單 做錯了其實還可撕下來重弄 但是就是嗯需要細心吧 呱呱呱 �mit完之後還會有一些小吸泡 小气泡可以用手指把它推出去 接著用剪刀吧 多餘的部分給修剪一下 好接著來處理我們這個小石頭 一開始拿了6個沒算對應該用8個 然後用金色的噴漆噴上 等待乾 發現白色的小石頭沒有噴上的話 可以換一個石頭我們再噴 噴好的石頭的樣子就這樣了 接著我們在櫃子上面呢 用尺子做好標記 就是你需要在哪個地方貼上我們的小石頭 接著用熱熔膠 在噴好漆的石頭的底部呢 均勻的膠上 然後在剛剛做好標記的地方 用手指把石頭按上去 差不多等個二三十秒就可以拿下來了 規顧一下原來的樣子 以及我們update好的樣子 有沒有感覺瞬間高級了非常多呢 再加上一些金色的配飾也非常好看哦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個視頻吧 喜歡的話請幫我點讚投幣 評論轉發彈幕 如果想看我更多其他視頻的話 請你們subscribe或者關注我 謝謝你觀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